每天在大山里放羊,我有的选择吗? 我没有的选择,是所以想把羊卖了外叔打工 其实我也是到打工发不了财 养羊也是一样 因为我一没有文化,二没有背景 但最起码你去做,就有饭吃,就能填饱肚子 人在没有卷舌的时候,走间要懂得生存之道 我每天在大山里放羊,也是没有卷舌的卷舌 这位成年人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事,就做什么事 所以朋友们,别羡慕我的生活 在大山里面每天放羊,越富一越的 在山里面来回的,也是很烦躁,生活很枯燥的 东西放羊是最难熬的,因为天气带冷 这种天气我真的不想放羊,但是我没得选择 放羊去了